第八百一十九章 以一敌六 徐董阴沉着脸 说道 想要撑死雕也 你们这些货色倒是高看了自己 小雕讥讽地摇摇头笑道 哼 好 那我今天倒是要看看 你有什么本事以一敌六 徐董面色阴寒 当即也是一声冷笑 他能够感觉到小雕的强横 所以也并没有逞强要做什么单打独斗 既然眼前小雕说了这般狂言 那他也乐意成全 话音落下 诗东也随着身旁的五人投去了冰寒暮光 而后皆是微微点头 下一霞 磅礴园丽同时席卷开来 溜到极端强悍的园丽皮练呼啸而出 雕酸很辣的轰向了远处的小雕 小雕脚踏虚空 望着六人的攻势 俊美的脸庞上微微撇了撇嘴 拳击袖袍挥动 紫黑火焰弥漫开来 直接是在其周身化为一圈火照 袁立匹炼迅猛而来 最后轰击在那火照之上 但却是紧紧的只响了几道闷声 然后便是如同遇到了烈火的残血一般消散而去 哼 就这点能耐 小雕笑眯眯的望着 眼神阴沉的石董六人说道 石董六人见到联手攻势 竟然无法撼动小雕丝毫 面色也是忍不住的有些变化 心中有些感到难以置信 他们六人联手 就算是升玄境圆满的强者 也不可能如此轻易地化解 眼前这巨门青年究竟是什么来路竟然如此之强 好强的实力 切雷望着这一幕 眼神也是有些凝重 玄机低沉的声音说道 小雕展现出来的实力 就算是一些升玄境圆满的强者 或许都略有不及 一旁的陈真微微点点头 对于小雕的身份 他模糊的知道一些 所以对于后者展现出来的惊人战礼 他倒并不是感到特别的惊讶 若是只有这点长度的话 那便滚吧 天空上 小雕似是对于石董六人的联手威力相当的不满 修长手掌之上 跳动着紫黑火焰 虽然继 他瞥了六人一眼 淡淡地道 你不要欺人太甚 石董六人显然是被小雕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 气得有些不轻 如今在这一幕玉中 可是有着无数人盯着呢 若是日后传出去 说他们六人联手 连人身形都是无法撼动 他们这老脸还往哪里隔 不 田园阵 蕴含着怒火的声音 低沉的自石董嘴中传出 玄机其一物人立刻的脚踏悬傲步伐 澎湃园力汇聚成光柱 爆射而出 直接是形成一道光阵 将五人笼罩在其中 磅礴磅浩瀚园力波动 疯狂的自那光阵之中散发出来 由六名升玄境大城的强者凝聚而成的阵法 威力显然是相当恐怖 那种波动让到城市中不少人都是有些变色 光阵笼罩 一股股磅礴源力光柱呼啸而出 但却是并没有散意而去 反而是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对着石董所处的位置汇聚而去 而随着这些原力汇聚 那石董的气息直接是在此刻成倍暴涨 而反之七五人的气息则是迅速的萎靡 看这模样 显然是另外五人将自身的原力短暂的输送给了石董 这是圆门的天缘阵 能够短时间的将他人的体内原力嫁接到自身上 虽出事后 那承担原力者会受到闯伤 但在那短暂的时间中 他的实力也会达到一种惊人的地步 七雷望着这一幕 眼神微明 道 六人原力相容 这可是需要极高的默契 这些老家伙倒也的确是有些本事 陈真点了点头 道 不过 林栋的那个朋友也不是省人的灯啊 这些老家伙即便是动用了这最后的底牌 想要剩他 恐怕依然不容易 滔天般的原力如同大海一般荡样在石董周身 感受着体内那极端澎湃的力量 他那苍老的脸庞上也是刮起阴寒之色 目光锁定着远处的小雕 一声冷笑 手印突然变幻 冷喝声响彻而起 整天印 蓬勃园里在此刻如同红水一般呼啸而出 迅速地在天空上化为一枚数百张庞大的光影 光影之上有着涟漪散发出来 连那大地仿佛都是在此刻微微颤动着 光影成形没有丝毫停顿 直接是在下方无数道震动的目光中 带起璀璨光尾呼啸而出 犹如一枚流星轰向小雕 这才有点看透 不过也仅此而已 小雕望着那呼啸而来的庞大光影 这才一笑 旋即修长双手缓缓紧握 紫黑火焰席卷开来 然后在那一道道惊艳的目光中在其身后 化为一对精进千丈庞大的紫黑色火焰伏役 火焰伏役微微煽动 天地间便是狂风大作 空间都是在此刻扭曲起来 火焰伏役凝聚而成 玄机突然山出 那一煞仿佛是撕裂了空间 直接是在那众多目光注视下 狠狠地删散了那庞大的光影之上 巨声夹杂着极端狂暴的波动 在此刻疯狂地自天空上扩散开来 一些靠近战圈者更是直接被鱼波震飞而去 显得极为狼狈 而在波动扩散间 所有人都是能够见到 那庞大的光影之上 突然有着裂缝浮现出来 最后咔嚓声响彻而起 那凝聚了六名升玄境大成强者的权力一击 竟是在此刻轰然地暴裂而开 光影暴裂 那石董六人喉咙间 也是有着闷哼声喘出 玄机脸庞浮现一抹苍白 眼中也终是有着惊惧之色闪过 原能的人也是这么不堪一击 小雕淡淡地望着面色巨变的石董等人 眼中寒光掠过 身体微震 那庞大无比的火焰浮已再度撕裂空间 一闪之下便是出现在了他们上空 然后狠狠地扇了下去 可怕的紫黑火焰携带着狂暴的力量 快若闪电般地轰在了那躲避不及的石董六人身体之上 低沉的门声响起 六人顿时狼狈地倒飞而出 沿途也是不断地有着鲜血涌出 气息迅速萎靡 显然是受到了不轻的创伤 完败 众人望着这一幕顿时成事中 便是有着一片片倒吸冷气的声音响起 六名升玄境大成强者联手 竟然依旧是在这个俊美男子手中尽数完败 你不要得意 得罪了我圆门的人 在这东悬狱上 必定不会有你安生的地方 我六人不是你的对手 但我圆门之中强者如云 你迟早会后悔的 石董我去嘴角血迹 力声喝倒 甜草 小雕眼神微寒 眼中鲨鱼掠过 火焰浮翼犹如一道锋利的火焰刀刃 再度的撕裂空间 蕴含着极端灵力的进风 劈向石董六人 看这模样 他竟是要下杀手 将他们尽数斩杀 你 石董六人也是觉察到小雕图人间灵力的攻势 其中的杀疑也是被他们所觉察 当即脸庞都是有些骇然 显然是没想到 小雕竟然是敢对他们下杀手 快退 有些惊慌的声音从石董嘴中传出 但玄机他们便是面色惨白的发现 周遭空间竟是在此刻被封锁 他们唯有抬头 眼睁睁的看着那闪电般落下的火焰浮翼 林栋望着这个一幕 吓一霎 其瞳孔突然紧缩了一下 因为他见到 在那石董等人前方的空间突然扭曲起来 而后 一只羞长而白皙的手掌自其中伸出 屈指一弹 一股无形波动散发出来 竟直接是生生的将那小雕火焰浮翼 震退而去 谁 浮翼被震退 小雕俊眉脸庞上 也终于是浮现一抹凝重之色 目光紧紧的望着石董等人前方扭曲的空间 全身喝倒 呵呵 什么时候我东悬雨之上 也成了天妖雕的地盘了 你未免也太不将我原门放在眼中了吧 一道弹小声缓缓地从那扭曲空间之中传出 然后所有人便是见到 一道身影缓缓地自那扭曲空间之中踏出 而在他出现的那一霎 天地仿佛都是突然间暗淡下来 一种无形的波动散发出来 竟是令得有人跪伏下来的冲动 楼阁上灵青竹望着这自空间中走出来的人影 然而是以他的心性都是忍不住地吸了一口冷气 原门三大掌教之一 人缘子 在其身旁 那名美妇御手也是紧握起来 声音流下艰难与凝重的道 一种未经历的道路